那在我身后呢就是玄冰他之前买的这个房子 我其实还找到了很多玄冰那个房子 他在预售时候的一些照片 很多人觉得应该是拿来做新房的这个 Walk here Portoville Portoville呢他是在2019年完工的 他虽然看起来蛮大的哦 但是他其实只有7户 因为他买的是那个Penthouse嘛 应该是最大的那一户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社区 人数比较少 所以很安静 就是离山也非常的近 然后呢他是在2020年6月5号的时候签约的 他当时候的买价是48亿韩元 然后他是2021年1月支付了余款之后入住 他们公布恋情是2021年的新年 就是1月1号 他们公布的时候说好像已经是在一起9个多月了 全面是在2020年的6月5号签约的嘛 所以说他等于是跟孙医生交往3个多月之后 决定买这个房子 是不是为了新婚房做准备 他一楼进去就是一个很像饭店大厅的空间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Lounge 然后公共空间 就如果你有朋友来想要烤肉的话 他们一楼也有停 因为是可以申请 我是网络上看到说 他那公寓里面他的那个Lounge休息室 里面一些饮料咖啡红酒啊 也是免费供应的 他楼下邻居就是三楼呢 据说也是演员无言书买下来了 我其实还找到了很多玄斌那个房子 他在预售时候的一些照片 包括了房子的格局构造 还有里面原本附的一些电器用品 就是他原本的室内设计 因为韩国很多新房呢 在入宿之前就可以选择 你要拿一些家电 或者说他里面已经有一些固定的涂柜等等的 所以他的设计是还蛮完整的 然后也是使用了一些很高档的 包括了德国的啊 或者说美国的一些奢华品牌的家电跟系统 那如果想当玄斌的邻居的话 现在有机会咯 这不是业配 只是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他的一楼有医户正在出租 那他是月租制的 但是要有一个押金 然后押金是10亿韩币 月租则是1600万韩币 也就是说台币是押金2500万 业户40万 然后刚刚没有提到管理费嘛 那就以这个一楼在出租的房子做举例 他网站上写的是管理费要80万韩币 那我们是有开车又绕了几个在山脚下的社区来比较看看 那我跟龙哥都觉得Achewa是真的有他的魅力的 附近的其他类似的社区呢 要不是有工厂 要不然就是腹地更小 我们都觉得Achewa整个团队 他这个环境的感觉都是蛮好的 这不算是个在山脚地里的感觉 这个是不是池缩的 在江称里的境界里 它是个在山脚的地方 舒適的那种 它是一山的最好家的有关系 是在沱飞灰臨里的地方 最后第一个好家的叫做生得多了 我计师的山脚 小环户 感谢观看